1912年铁达尼号沉默大西洋 直到1985年才被科学家发现 现在却爆出当年这项打捞作业 是为了掩盖美国海军的机密人物 主导打捞计划的前美国海军军官巴拉德 近日向美国媒体披露 表示当时美国海军愿意资助他研发水底航行器的计划 前提是要帮他们找到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两艘失事的核动力潜艇 常委沙号和天蝎号 冷战时期歉意发动全身 尤其每个双方剧烈的潜艰竞赛 让不安局势升温 这项任务稍有差错就可能擦枪走火 沉默的天蝎号火力十分强大 负责对苏联反潜作战 可说是冷战时期的海中霸主 但却和常委沙号双双在1960年代离奇葬身海底 最后巴拉德不仅顺利找到天蝎号 更在最后谨慎的时间中找到他梦寐以求的铁达尼号 也成功转移世人目光 埋在心里超过30年 直到最近才被解禁 也让观众得以一窥冷战时期 美国海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三连新闻 许朝真报道 咱们尝词 里面 contest 训 对